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由张震创作并讲述的长篇小说《失控》 声音表演小静 群声呈现张震讲故事工作室 第38集 再没有什么比生命在花季陨落 更是这世间不幸的事情了 而那天的福寿路殡仪馆 就见证了这样的不幸 最终 见到女儿的方莉莉妈妈把满腔的悲痛 心碎和愤怒通通发泄在了周宇楼的身上 但事者已已 生活还将继续 一切总要过去 方莉莉妈妈一共在深江待了三天 然后坐星期六上午十点的火车返回家乡 在自杀事件的善后处理上 谢兰表现出了极强的责任心 学校出了方莉莉的一切丧葬费用 谢兰还单独拨出五千块钱给了方莉莉妈妈 临走的时候 谢兰只派了两名学生出的干事 护送方莉莉妈妈回家 并且叮嘱要尽量帮助安顿 送站的时候 周宇楼也去了 本来因为殡仪馆的事 大家都劝他别去 但周宇楼还是早早地进了站台 比薛哥他们到得还早 看到周宇楼之后 方莉莉妈妈的眼泪流了下来 对不起周老师 我那天真不该那么对 他诚恳地跟周宇楼道歉 说已经听说了周老师对莉莉的好 本来早就想去给周老师道歉的 但一直都没脸去 周宇楼打断她 交给她一个信封 莉莉妈妈 请您拿着这个 不多 但是大家的心意 您别推测 那信封里是全系老师和同学 凑的几千块钱 然后周宇楼又从衣兜里拿出一万块钱 交到方莉莉妈妈的手上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请您千万要收下 你们家的情况 莉莉跟我说过 我是她的老师 这是我应该做的 周老师 周宇楼看了一眼 方莉莉妈妈的旅行包 那里面装着女儿的骨灰 周宇楼把泪水忍了回去 她告诉方莉莉妈妈 大姐 莉莉一天是我的学生 就永远是我的学生 她再与不在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 如果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 尽管给我打电话 如果我换了电话号码 也一定会先告诉你们 方莉莉妈妈早已泣不成声 火车开动的时候 周宇楼颤颤地挥着手 她目送着火车渐行渐远 从轰鸣的庞然大雾 变成沉默的黑点 周宇楼知道 有一个生命在最好的时候消失了 那个人曾经是她的学生 而这列火车 就是他们师生之间 最后的故事 周宇楼在月台上站了好久 月台有多空旷 她就有多压抑 确切地说 那天一整天周宇楼都压抑着 尤其是到了晚上 在独自喝了一点闷酒之后 她简直压抑着透不过气来 就是在那天晚上 周宇楼看到了白小溪给她发的电子邮件 白小溪 白小溪终于有惊无险 她在被绑架的当天就获救了 见到赵朵的时间是晚上的七点五十五分 你来了 别怕 我告诉你们啊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钱我带来了 这回咱们俩清了 赵朵带去了五万块钱 正好在矮胖男人规定的时间之内 矮胖男人很讲信用 行 人你带走 但是以后你们做人可得加点小心 少他妈的干这种抽鸡摸狗的事 他并没对白小溪怎么样 他收了钱告诫赵朵 以后别再太碎头上动土 又对白小溪说 你这个臭婊子 以后也别再出来害人 说完了这些 矮胖男人就让赵朵和白小溪滚蛋 赵朵真想上去抽他 但是矮胖男人身边多了保镖 赵朵不敢造策 赵朵真的在一天之内 凑足了五万块钱 除了手里已有的两万 剩下的那三万块 赵朵借了高利贷 高利贷 这就是那天晚上 赵朵在下里车里松开拳头的时候 忽然间想到的那个硬邦邦的词 之所以说他硬邦邦的 是因为赵朵觉得在那股力量面前 任何人都显得软弱无助 不堪一击 其实赵朵以前在游戏厅混的时候 就认识放高利贷的人 那时候赵朵因为欠游戏厅的钱 也屡次动过借高利贷的念 但赵朵是个聪明人 他听说了太多因为无力还钱 而被高利贷老板逼得狼狈不堪 甚至家破人亡的事 所以那时候赵朵宁愿冒险 拿着性爱光盘敲诈网友 也不愿意去趟高利贷那滩浑水 虽然放债的老板曾经不断地 向他发出过诱惑 但是这次不同了 赵朵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于是他去找了那个老板 来来来小朵 早就跟你说 有事跟哥开口别客气 哥哥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到底是老乡事 老板狠给赵朵面子 本金三万日息三分 一个月还清 也就是说赵朵借的三万块钱 每天的利息是九百 到了一个月之后还钱的时候 赵朵要连本带息地还给老板五万七 老实讲 这个利息在地下高利贷行事里不算是高的 更别说 还有很多敦促借债人按时还钱的附加条件 老板也都没给赵朵分金掰两的算上 赵朵直接打了一张五万七的欠条 然后从老板手里接过三万块钱 转身就去赎白小夕了 那天晚上 回到家之后 白小夕和赵朵可是牛衣对弃了很久 这次灾大了 为了救白小夕 里里外外 相当于总共花了七万七千块钱 除去赵朵自己的一万五 剩下的六万二全是债 赵朵算了一笔账 下例车卖了 满打满算 能拿回来三万 就算全天都高利贷里 还差老板两万七 再加上向穷朋友借的五千 又是一个三万二的窟窿 朋友还好说 高利贷的钱可是一天都不能拖 否则会有无法想象的后果 行了 你也别愁眉苦脸的了 不就是点钱吗 想一想总会有办法 白小夕安慰赵朵别着急 她可以先从姐姐那儿借点钱来 白小夕姐姐的时装生意 虽然是小本经营 但效益一直不错 白小夕说 姐姐一定有些积蓄 不会见死不救的 那天晚上 白小夕和赵朵 也都不约而同地 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他们的事业 还要不要继续了 但他们谁也没提这事 他们也并没有因为这回栽了跟头 就哀声叹气 悔不当初 他们知道那没用 有贼吃肉的时候 就一定有贼挨打的时候 犯不上哭天抹泪 怨天尤人 至于以后还干不干 那个事业了 那就等以后再说 另外 赵朵也只字未提 他对一个女人的敲诈 本来盘算得挺好 但是第二天和姐姐通完电话之后 白小夕好不沮丧 姐姐因为最近生意风生水起 所以又在家乡开了一家连锁店 刚开张 租房子 装修进货 钱几乎都压了进去 现在手里一共就剩了不到两万块钱的周转资金 姐姐告诉白小夕 倒是可以先给她拿一万 剩下的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好歹姐也得留个几千块钱压兜啊 没办法 白小夕又硬着头皮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她撒谎说 现在正有一个拍电视剧的机会 还是挺重要的角色 但是得给导演点好处非 看看家里能不能给点赞助 老爸老妈一听 当时就乐坏了 丫头啊 钱马上就给你汇到 你这是正经事啊 我和你妈就是吃扛厌菜 也一定把钱攻上 你尽管开口就行 老爸拿出灰金如土的豪情 慷慨地承诺了五千块钱 并且告诉女儿 要是不够的话 尽管开口 你这是大事 千万别因为钱耽误了 家里有的是钱 再出个八百一千的没问题 只说的白小夕 欲哭无泪 但好歹 爹妈和姐姐的钱加在一起 能有一万五 白小夕告诉赵夺 赶紧找人卖车 如果那辆下里车 真能换回三万块钱来 窟窿就剩下了不到两万 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 其实说是容易 但将近两万块钱 就真的那么好弄吗 就在这个时候 白小夕和赵夺对视了一下 他们都知道了 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从哪跌倒 就从哪爬起来 矮胖男人造成的损失 可以由下一个男人来偿还 人不可能总那么倒霉吧 命犯煞心还可能转运呢 冰冻三尺 也有化开的时候 都说脾极太来 现在脾都脾的 不能再脾了 太也该来了吧 是赵夺 首先提到了那个名字 小夕 前些天 你不是一直和一个叫 叫什么 叶 什么空的人聊着来的吗 叶洛蒙空 对 就是他 怎么没动见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一个来月都没见他上来了 不是 咱们以前为什么一直没动他呀 我觉得那人挺不错的 他跟那些男人不大一样 跟他聊天挺有意思的 别有意思了 赵夺座 冰死状 再有意思 咱俩就都有意思了 可他现在不上线了 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我有什么办法 那总得试试吧 万一哪天上了呢 好不容易掉了那么长时间 就差上手了 现在到哪找这么现成的人去呀 好吧 那这样 我先试着跟他联系一下 于是那天晚上 白小西往叶洛蒙空的QQ邮箱里 发了一封邮件 当然赵夺也并没完全在叶洛蒙空这一棵树上掉死 他还在努力寻找其他的办法 但就从他居然能想起一个沉寂了那么久的猎物 还不厌其烦的让白小西发了邮件来看 他确实心急如焚 他当然心急如焚 他畏惧硬邦邦的高利贷 畏惧日益临近的限期 畏惧爽约带来的灾难 所以他必须挖空心思 必须不遗余力 必须无所不用其极的掠夺 对于此刻的赵夺来说 哪怕只有毫里希望 他也必须全力以赴 周宇楼果然看到了那封邮件 按说在夏楚荣风波之后 无论如何 周宇楼都是没有可能再去招惹QQ的 但是那一天很特别 那天送走了方莉莉妈妈之后 周宇楼在月台上站了很久 直到他发现了薛哥他们 薛哥和一会儿同学也都没走 他们一直站在月台的角落里 默默地陪着周宇楼 离开车站之后 周宇楼开始在街上闲逛 他想用阳光和人群 赶走满心的阴溢 但是不行 阳光让他燥热 阳光让他燥热 人群更平添烦躁 周宇楼感觉昏昏沉沉的 他回到家 冲了个凉水澡 把自己平放在床上 一觉睡到了天黑 醒来的时候 他觉得清爽了一些 然后他一仰头 就看见蒋丹正在婚纱照上 朝他温柔地浅笑 周宇楼忽然很想妻子 蒋丹已经走了一周多 虽然此刻屋里黑乎乎空荡荡的 但新婚的余温显然还在 蚕丝背上飘荡着 蒋丹留下的淡淡香味 床头柜的上面 也摆着蒋丹 每晚必翻的睡前书 周宇楼想 妻子会原谅自己吗 或者仍旧愤怒难平 周宇楼犹豫着给蒋丹拨了个电话 但他关机了 一股难言的寂寞声上来 周宇楼又拨通了黄大声的手机 对不住您了各位 现在谁也找不着我 因为这段时间只属于我和我老婆 也就是美若天仙的吕青女士 现在我们俩正在度蜜月呢 为了保证蜜月质量 我们必须排除干扰 专心致志 我们的蜜月地点呢 就在大名鼎鼎鼎的贺云山 这就是好吧 黄大声的留言告诉每一个人 现在是他和吕青的失踪时间 他们正在贺云山访仙神游 拒绝一切打扰 所有的事都得等一周以后再说 周宇楼倒是很欣赏黄大声的洒脱 他随即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洒脱起来 这个疑问不禁让他陡声悲凉 一直以来 大概在所有人的印象中 周宇楼应该算是一个离洒脱最近的名字吧 但是不知从何时起 一切都变了 其实洒脱 周宇楼想自己甚至连骑马的从容都做不到 这可怕的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他瞬间就有了沧桑感 拨通周宇婷电话的时候 还没等周宇楼开口 周宇婷就兴奋的大喊 哥 大红发超市印周年变庆 所有商品去这优惠呢 你赶紧来吧 只有一个小时了 我和冯太爷在这儿呢 周宇楼礼貌地助妹妹购物愉快 随即挂断了手机 那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夜晚 那天的晚饭是周宇楼独自一人吃的 确切地说 是他一个人在楼下的酒吧里 度过了晚饭时间 他要了一打355毫升的啤酒 一个半小时之后 当他从椅子上站起身的时候 啤酒只剩下了两瓶没开 他脚步打晃地走到门边 推开酒吧门的刹那 一股冷风猛地吹向了他 就像一个阴晦的暗示 果然 就在这个时候 周宇楼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看 是学生处的刘处长 刘处长 就是那个在方立立出事之后 坚决要求将他开除 开除不成 又坚持把那份处分决定 公之于众的人 喂 刘处长 周主任 有一件事 我现在必须要跟你说一下了 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距离 只是一次选择 时空 路臣 四 二 四 二 二 最